主席宣告开会 大家早 各位同仁现在出席议员已经达到法定人数 开始进行第四次会议 报告事项 各位同仁今天的议程是讨论议案 临时动议以及闭幕典礼 现在请议事主宣读上次会议记录 第三次会议记录 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5日 9时34分至12时25分至 地点本会议事厅 出席议员降儒互表 议席市政府市长图醒哲等24人 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 主席校议长苏丽 郭副议长明斌 报告事项 一出席人数以达法定人数 主席宣告开会 二本日议程市政讨论 三议事主宣布上次会议记录 经大会无意议认可 本日议程市政讨论 并请余果菜市场 总经理就台风造成的 损害情形做检要报告 花言议员 傅大为 郑光宏 黄颖志 蔡文旭 张龙帐 黄秋泽 张秀华 王美慧 苏卓峰 李中立 陈信之 戴玲 蔡龙峰 蔡永全等议员 达副主管 教育处长于昆龙 市长图醒哲 财政处长李志诚 果菜市场总经理 陈火川 主席处长黄明辉 环保局长张志诚 建设处长戴淑林等单位主管 花言要点 傅大为议员 探讨学校空气核子设置相关问题 将请教育处应积极处理 以提升各校空气品质 确保学生健康 并尽速处理 南兴国中第二校区 探索体验校区工程言当问题 且应开放部分地区供民众使用 探讨学校毒品防治业务 建议教育处应提供宣导经会 供教官从事检测及辅导工作 郑光宏议员 探讨各县市台风天上班客 相关议题 建议市府未来宣布时间应固定 且应採全天放假 才能让民众有所宜归 黄盈之议员 探讨文化基金会投资 外壁失利 违反设立终止议题 建议市长应壮事断腕 不应继续投资 避免造成基金亏损加重 蔡文旭议员 探讨文化基金会投资亏损问题 建议市府应悉数以留本基金 方式设立专付储存之席 不应盲目投资 并免违背基金会设立的宗旨与精神 张文藏议员 对果菜市场总经理 列席异常一派不佳 提出纠正 并请尽速解决市场各项缺失及灾损情形 以维护贪商之权益 探讨中央长期照顾2.0计划政策问题 并对市长推动附建公园政策给予资许 黄秋泽议员 探讨果菜市场营运及太子楼太阳能板 与椎宇棚连锁围墙等各项工程缺失问题 并行主寄处提供补助款与节约款资料供餐 探讨市政主管出缺情形 鉴请市长延南府内优秀人才以类市政推动 东西华议员探讨台风架位于第一时间通知媒体 造成讯息辞缓 市长陈储失职人员相关问题 鉴请市长而后放假决策硬果断 且应站在人身安全做考量 以免造成民众困扰 探讨油果菜市场因台风造成灾损情形 及太阳能板完工失场等问题 鉴请市长应成立专案小组专责处理太阳能板工程 以维护商家权益 并鉴请于市场应积极改善审计室提出之缺失 期待早日转亏为盈 王典惠议员探讨台风架问题 鉴请市长做决策前应考量血统人身安全 不应由各校自行决定 探讨果菜市场这一棚损害情形及厂区内各项缺失 鉴请总经理应拿出破例加速处理 以保障贪生权益 苏泽峰议员探讨于市场总经理用人不当 造成营运亏损问题 并鉴请事实调整等洞库租金 对营运才有助益 及探讨果菜市场太阳能板工程完工失场相关议题 探讨警务人员方计问题 鉴请警察局勿因少数警员不良行为来影响警域 李森卫议员探讨本市 工员直灾因风灾受损及树木串根情形等问题 鉴请建设处应尽数扶正与改进 并积极改善中央分隔岛杂草重申情形 因市府人士异动频繁 鉴请市府加强府内人员对议员之认知 以免造成议员洽工之不便 陈信之议员探讨台风风灾之清理工作 鉴请市府应邀及反导志工协助 找日恢复本市警官 探讨于国菜市场各项工程缺失议题 建设处应在风灾后前往现场勘查 且因积极协助灾后重建工作与改善缺失 有关市府人士出缺情形 鉴请市府延南府内人才 试材试用 带领议员探讨台风架花布时机问题 鉴请市长做决策前应有同理心 避免民众步入在危险中 蔡隆峰议员探讨人士在地化问题 鉴请建设处长尽数进入状况 积极改善国菜市场是各项缺失 并对连锁砖改铺博油路面 令编夜预算经费提出质疑 及探讨太阳能板光电设施完工时产与回收机制等问题 蔡永泉议员呼吁建设处长对其业务职责 应辽落职长见及履及协助市长推动市政 上会12时25分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同仁 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确认 讨论议案 讨论议员提案 好 各位同仁请翻阅议员提案 那么一共有六案 请意识主义并宣读案由 以一号案 二有针对新政府上台后 大陆全面限缩一切两岸的交流 以致入客来台人数 能明显奏减 立即冲击本市的地方观光产业及旅游业者 目前皆面临了极大沉重的生存问题 及待市府选与重视及协助寻求因应对策 命意尽数向中央政府反应 建议严议补救之道 振兴新方案 交述产业转型升级及制定日后新观光政策 必解决短长期对本市及国内所有观光相关产业 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及日后可能带来的国安问题 以二号案 建议市府尽数迁移卢东段1025D号上树座坟墓 以三号案 建议市府尽数于本市民权路与综艺接口处 设置红绿灯 必确保附近居民及行车行人之安全 以四号案 建议市府尽数办理 征收本市北社尾段482-28D号 用地必已开辟道路以利市民通行 以五号案 建议市府尽数办理征收本市北社尾段481-20D号 用地必已开辟道路以利附近居民通行 以六号案 为确保民众之通行 建议市府尽数征收本市下路头段 0428-0124D号及0427-0041D号之土地 必已打通该段道路 必确保民众行之权益及通行 好 请问各位同仁 那么本次的这个议员的提案 经各审查委员会审查之意见 接原案通过 请问对以上六案 有没有其他意见 好 张绣华议员请发言 好 议长 市长 各位一级执管 针对刚刚议会的提案 议长提案的这个案件 对我们整个这个路客来台 观光产业的一些问题 我想在这边提出几项的这个意见 也希望我们图市长 因为现在是民进董在这边 你们跟这个民进董 中常会的时候 县市首长也都要去列席开会 是不是 那希望市长能够把今天在议会 有议员建议的 或者是议员 我们议长提案的部分 能够转达告知 我们地方 县市很多人民的一个新生 我想要向市长报告就是说 家里关系 因为路客来台的大量缩减 嘉义县市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灾期 这个市长 你对我这个说话 你不知道有认同吗 有没有认同 请图市长来回答 你有没有认同我讲的这个 我们嘉义县市是一个大灾区 认不认同我这样子讲 市长 请市长来回答 好 议长 谢谢张谢阿 议员 我们嘉义市因为有一个阿里山 所以也是路客的重要观光地点 所以路客不来 当然我们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过去路客来台 他们必要去旅游的地点之一 阿里山是其中心 因为山顶饭店住室里不够 所以他就是都要住在我们山顶 那在这十十年来 嘉义市的饭店 有关一位房间所 一千间不够 现在已经增加到差不多四五千间了 我说房间数啊 那现在呢 开博就已经开博了 不开博了 我想有超过六千医生 已经输贼了 不敢营运了 因为你营运下去的话 就会有人事会嘛 所以这对我们地方来讲 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中央政府呢 在九月十二号呢 所有观光产业面 有十几个工会上台北 去做这个承情抗议诉求 那我想中央政府也听到了 他有一个方案就是说 出案啊 有听说要提出三百亿啊 振兴我们所有观光产业的一个 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生意人 他们有生意可做 我想市长 我在这边要提的就是 我们所有产业啊 我们不是要军援 我们要的是一个客源啊 因为中国台中有十三亿的人口 你政府说要新南向政策啊 南向政策我这边有一张地图 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 它是22 00 01 00 01 00 01 00 00 01 00 01 00 00 01 0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1 00 00 小英總統在選舉前他有提到兩岸政策他會維持現狀 結果選手九二共識知識不體 當年EA所謂什麼憲法金塔他有壓力或是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們不要用騙選票的方式來騙我們所有台灣的全國人民 你說到要做到 你既然要維持現狀 所謂的現狀就是馬英九時代那個時候兩岸政策中國大陸來台的人潮 但是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然後政府又不斷的用數據來騙我們的前台的老百姓 他說減兩聲三聲 現在我告訴你 現在減超過八聲的英雄 晚上你可以請你的司機帶著你 有到嘉義市啊這些坐遊覽車這陸客來台觀光的這些停車場 你可以去巡視一下看看所有的停車場幾乎是冷清空空的啊 以前過期是停車場 車都穿到燙燙 市長我給你講一個數據喔 你可能會想像不到 嘉義市過去啊 一天停留在嘉義市 過期在這大門的狀態差不多有幾乎你知道嗎 市長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數據嗎 大概是每天有四五千個人啊 四五千個 剛剛說來說 油安車來說就是差不多有兩百台機250台 一個看來你平均把車穿二十個 穿二十五個就好了 就是有兩百台油安車在嘉義市 所有的有帶路客的這些觀光客在這裡出出的 所以現在已經造成到所有的觀光產業 過去我們是性善的產業 我們對國家也有貢獻喔 我們一九個大家稅金都吃六千多 但是現在呢 慈善的產業啊 真的是非常慘 我們要的不多 我們不用你們政府的經驗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人民的聲音 讓路客來台 讓我們過去二月潭 昆町 阿里山 這些包括故宮 很多很多人潮的地方 包括甚至晚上的夜市啊 也受到影響 過去大家在笑說 中國大陸來 五六個人買一碗蚵仔煎 現在呢 南竹蚵仔煎就沒有了 這就是所有做觀光產業的人的心聲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 市長 南向是行不通的 我們希望說 我們小英政府呢 能夠聽到人民的聲音 我今天早上有拉一張這個地圖喔 起來他看喔 這是中國大陸 南向是在這裡 這麼大塊的一塊屏 全世界的人都搶著藥喔 只有中國 只有台灣說我們賣 我們賣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請市長喔 這個是針對中央的部分 請市長 你可以趕 todas RHazar識 tuned 向中央建議啦 這個經濟呢 不要跟政治混為一攤 國土要給肉 國土如果沒有肉工作 基金什麼都騙人 阿不要閉門造車 説真的 中國大陸現在是全世界都想著ya 跟他做生意的一個國家 只有我們台灣說我們不要 這個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那 在我們在地呢 很多觀光場業 今天都有來到現場 他有几点诉求 我想他已经有请我们 郑处长这边约市长 要做这个座谈位 时间是定在10月21号 那他们的诉求 有几点 我也希望说市长 你能够列为考虑 至于这个税金的问题 还有这个银行的问题 面临必须要去贷款 银行车也要贷款 饭店也要贷款 然后员工面临失业的问题 很多种种的问题 我希望说市长 你能够倾听民意 在以他们做谈位的时候 倾听他们这些生意人的心声 让你确实的掌握到 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概况 惨不忍睹 所以在这拜托市長 是不是一向我的建议 你跟东方政府开会 可以把你们的中常会开会成 向我们的总统 他是民进党的董主席 向他建议民生啊 惨不严睹啊 真的是啊 如果要过三等就已经有问题了 这个报文是不是这市长 你甘甘答复一下好不好市长 好请市长来回答 基于中国需要与商逼政把这个政跟商联在一起 这一点我们虽然不能沟通 但是我们这个领克能够降低的事情是要面对 所以我21号会跟会者大家来好好谈一谈有什么方式 最想的中央相关的这个这里 我会去中常会的时候我会跟总统报告 好 那个小林总统最近也有提到说 叫我们不要太依赖中国大陆 这个我也认同 如果可以不依赖我们当然不依赖他 但是请政府教我们怎么样的不依赖法 这个这个部分也请你回中央来去建议一下 教我们看要怎么说不要依赖了 这个事情在这边我简单的来建议 请市长还有交通处长这边跟在地的厂商 好好来做一个协商 那市长这边到中央政府去开会的时候 也把我们在地的新生建议给中央政府知道 以上谢谢 好谢谢张秀瓦议员 好 我们是不是先请张榮张议员 接着由陈信之议员 好谢谢 好好你决议员 谢谢 当然今天我们去订阅这个案子 全我们改议议会 我们所有东京台都认识 为了最近我们新政府来接近 中国这些欲刑没来台湾 最后我相信不是 我们的政府没有进来 最后我们政府没有进来 我们要评论 我们要评论这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官公 可以让我整理化去 官公可以让我整理化去 当然我们 我们拆台的民意代表 我们也需要 我们政府 一直不要给它整理化的 让这个官公客 过去 这些中国客 这些肉客 可以继续来台湾 这是我们大家所驚愿的 相信政府 为了精配的国家专业的问题 中国是医生要来得情 什么要做经济教室 我相信 什么要做经济教室 我相信 我相信 什么要做经济教室 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说的 我们今天所提到这个 我们希望政府 可以用什么方法 来继续 让过去 这些肉客 可以回到台湾 我相信 台湾每一个人 也希望说 就客战再来 像 我们在这里 政治问题 如果我们说 政治问题 我们就不能在这里 因为政治 这是整个国家 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一定在搜集这个案 是昨天政府 对到台湾这个官公 这个发展 因为过去 这个问题 昨天在台湾的问题 是中国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识清楚 所以我希望说 当然 市長 我们认识 今天我们认识 收费这个案 我希望说 这些内容 删得很 习惯 到底没说到什么 是因为要做国家 可以继续回到台湾 让台湾 这些观光客 让这些观光店 可以像过去 这样 让这些 水煮得好 要说一下 没有国家 没人也没关系 来当时 放鸡舌 找鸡舌 也找我 我们希望说 要让我们 我们台湾 所有地方 这些观光店 这些生意团 有生意团 这也是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 更良心的 我们市長 你去到新的政府 还是人民政党 相信 在 绝对不可以 以这个 整体问题 来看到这个 观光问题 这些 人民 生活 人民的 我们 现在说 大家 约到这个观光 大家说 哇 现在 过去 在做 浴客 大家说 他现在没有饭 吃了 吃了吃了吃了 我相信 是没有大家 那些程度 但是希望 你们再与较少许 因为这个问题 又终于 对 浴客 也是不好的 现象 当然 如果我们 不要因为整理问题 来说到这个观光问题 我是希望 我们用 更客观 可以 再看 辱客 可以继续来台湾 没有 以上 好 好 谢谢蔡庸峰议员的发言 我们想想 陈胜之议员 先发言 好 谢谢 議長 市長 議員 董寧 大家好 刚刚说到这个議題 我刚刚 上星期 香港 香港 电视 转转 刚才去看 他们现在 有一个六天 五月六天 来台湾 结果 中国 跟他们说 你们敢来 可以去哪里 不可以去哪里 所以 如果 用这个角度来看 不是 小英 總統 不会让他们来 我们也很反映 他们来 但是 这个主導款 不是在台湾 是在中国 是在中国 小英 總統 起來 他是九二共事 他说好 維持和平 他也没有说 你台湾人 都不能去中国 也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说 政治 歸政治 大家要交流 反交流 我是觉得说 中国真的是 吃我们狗狗 他真的是 吃我们狗狗 我们说 以前 一二十年前 还没有开放 中国大陆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 都无事了吗 没有啊 对 我也是照常 那过生亡 史诗 就是说 开放以后 大家就说 一无风 好 这个中国客来 大家放点 一直去 餐厅一直开 过度的 过度 改意 先懒到说 好 变成说 现在我 把它收起来 中国客把它收起来 台湾 总要被面临 这些 餐厅也好 飯店也好 没人客 但是你看 以前的 中国还没来的时候 日本 吉他 车 发展的国家 也很喜欢台湾的啊 也是很喜欢 带我们台湾来玩啊 所以我感觉 这个问题 二点图示说 希望说 我们可以带大家和平 可以带大家 共同来 给大家 都可以 给我们的官公 也好 给我们的保证 都可以带 我也做 要这样 我也希望 可以这样 但是 我们现在要讲 就是 指导钱 现在不是在我们这 这个 要让他们来的时候 主导权 不是在我们台湾 是在中国 中国的 林德林 的心胸 所以 我就觉得 这个 我也是 不要紧 市長 你如果说去的时候 也是讲一下 就说 好 要怎么来致敬 让我们 大家可以 含义博商 就说 整地 整地 其他 我们就不要含义 去合作会 但是现在中国 他一直在打压 台湾 就是说 甚至要去参加 外国的会计 他也是不要让我们进去啊 对不 他也不要让我们在里里啊 所以说九互共识 九互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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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 他让我们参与联益 我也没有啥啥 我也不知道 什麽叫做九互共识 真的 你如果说九互共识 要给我的大家 你看十个人出来 你要给他九互共识 他很清楚 这个九互共识是什麽 我相信 没几个 可以 很清楚 跟你表达 什麽叫做九互共识 甚至 也很模糊 所以 我是觉得 我们这个问题 甚至我们以后来说 我们一直在想说 好 大家可以来 那也是表达我们的意见 表达说 我们这个地方的需求 希望说 我们的政府 要怎样来处理 让我们大家可以有办法 好 甚至 还好呢 广州企业 还要把他们保障 中修企业 真的是比广州企业更慘 慘 我们的中修企业 你没有 没有 现在我们要给大家称 我们也要冠军 看自己的办法 要让我们的三片 说 更加更好 更加更加 没有外省 没有外省 内省也不想来买 所以真的是 这个 这是真的 对到我们的经济 好 对到我们的什么 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 我们就说 大家坐下来 是不是可以来 冷静来考虑这个东西 我们要如何 它可以来接受安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做 也是我们政府 要去努力的 这个事情 谢谢 好 谢谢陈兴之议员的发言 那么继续请张荣张议员发言 谢谢 小议长 大家好 这个议长 说提出这个提案 非常迫切需要 但是 将这个提案 提出这个正确的 政策的所谓 和属性 希望市長 和我们社会团队 以以重视 拆起因应之道 这边缺的所谓 就是 根据观光局公布 近年八位 来台湾的陆客人士 和当年 当年 比较 大大大量的减少 54.96% 尽管 日本和韩国 观光局大附层党 三层至四层 但整个八月 整个观光的 大家所谓 还是减少 3.44% 这可以说 10年 十二年来 但是 八位 鐵储 大量减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 这个 跟台湾民间的 消费力 是客 观光客 在支持 另外 近观光局的统计 201年 平均观光客 最近 在台湾消息 是 280万 美金 美元 而 陆客 直到台湾 消费力 是 627 高次 平均值 所以 尤其 商品 非常 非常强 60% 就是商品 非常重要 所以 这 陆客 对 我们 台湾 这些 观光相关产业 产生很大的出息 另外 我们 200 2014年 陆客 带给台湾观光 外费收入 一半都起陆客贡献 所以 因此 陆客 混合作践 导致民间的 观光产业 遇到重大的挫折 所以 民进党 中南 六岁市 启定 看穿中央的两岸政策 对自己 执政县市 的经济 造成 莫大重启 集对 地方 人民 不利的 助行 组成 平台 吸取 大陆的观光客 因此 可以说 共产业 民进党的 团团 都一致 方向是一致的 心理是一致的 反映 所以是表示 反映 小英 对当前的两岸政策 可以说是脱离现实 台南 高雄 屏東 澎湖 民进党的 執政的 市長 可以说 可以研究 研讨 如何争取 路口 全团 南高 平平的 观光 另外 还是在推动 同台湾 旅游行程 所以 当然 他要求 我们中央 对这个 提高 最有限的 旅客的 配偶 这是我们南部 市县市的 市县市長 另外 2016年的 路口来台湾市 8月 减少到 55% 中南部的观光客观点 上方的 下滑55% 所以说 这个 油冷车的车辆 相近的多辆 都搭不出 这个车辆 成百万人的加计 其中 通常 包括台湾的 观光商工产业在内 所以 所以 下一世民 今天 为了家庭 生技 受到冲击 所以市长 市长 您不能 袖手防范 不吻不问 住身事外 因 择护旁贷 尽早 积极的 来协助 我们的 業者 求 您知道 未产业 令必生入 未产业的市场 财业的市场 需要市场 很客人 就是 虽然 虽然 小议长 跟我们 议会同仁 愿意为本市 業者 跟市府团队 替观光产业 静点心理 期待市府 能好好利用 好好用心 规划 符合一起 为本市的观光产业 都签行打拼 与 比例 本市市场 的经济 及 我们创造 更大的利益 以上 好 谢谢张荣章 议员的发言 好 鄭光宏 议员发言 医长 我针对于刚刚的部分 再有一点补充 就是说 其实依据观光局最新 上个月 9月的数据统计 其实入客来台人数 已经锐减到 甚至33万人 其中 除了团客的部分 就已经锐减了5成 那其实我在这个地方 刚刚 听到我们这么多 议员当中 在说的 其实说了都很有道理 那其实我一直都认为说 我们的观光 不应该跟我们的政治 画上边 所以说 在过期的这段时间以来 入客集动 入客集动之后 它损失的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观光材 包括有很多 包括餐厅 包括理館 甚至它衍生出来的 一切相关的一些产业 都可能会因此 而遇到问题 那这些问题发生之后 有可能后排 人员可能失业 可能 无薪假 这些问题都会跑出来 那这些问题 跑出来之后 可能还会引发更多 包括社会问题 还是包括治安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其实我也想要说 观光 我也认为 不应该跟政治画上边 可是回到基本面上面 我在这里要请到市场 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讲政治立场 先不要说蓝绿 也不要去讲说 到底我们承认九二公事 不承认九二公事 可能很简单 入客激动 它影响到我们家议室的观光材 这个部分 是不争的事实 其中 你作为一个家议室的一个领导者 你有什么锦囊妙计 在这个地方 我想 是包括我们这里 所有的议员当然 还是包括今天有来到这里 包括理官 包括理应公会 还是包括洗衣 相关的一些公会 来到这个地方 最希望听到市长 就是说 今天入客的影响 既然它是一个事实 身为一个家议室的一个领导者 你对于现状 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吗 今天你可以说 我不要入客 没关系 可是你有没有 其他的方法 我不要入客以外 我又没有办法去招到 其他国外的观光客进来 如果国外的观光客进来 如果国外的观光客 没办法进来的话 我们有什么锦囊妙计 可以去争取更多 国内旅游的客人进来 有没有去评估过说 这客量到底有没有办法 再支撑 甚至维持过去我们家议室 观光发展的荣景 我记得我好几年前 有看过交通观光处一个数据 那一年度 我们嘉义市的平均住宿率 好像高达69%点多 在全台湾里面 我们只有台北市而已 也就是说 在那一个年度 那几年的观光荣景里面 可能因为阿里山的关系 可能因为其他我们云嘉南 周边景点的关系 导致很多的顾客 有很多国内旅游的客人 还是包括路客 他会喜欢来我们嘉义市旅游 所以让我们嘉义市的住宿率 可以高居全国第二名 不过这个数字 我看这几年应该是屡屡下降了 因为另外我从交通观光处 这边另外一个数据来看 我们今年的一月到六月的数据 住宿人数的这个数据 跟去年来比的话 已经减少了三万多人 可是这个数据 是只有统计到六月份而已 还没有包括七月份 八月份跟九月份 我相信如果把七八九三个月份 甚至统计到年底之后 这个人数搞不好 会减少大概十万人 实际上 这十万人是多空谱的一个数字 本来以前 有那么多人 破百万的人 来家义市 理由之后 会担任我们家义市的房间里面 替我们嘉义市的观光收入 不要说是旅馆 餐厅 或是其他相关衍生出来的一些产业 带来多少的附加价值 少了这十万人 我们嘉义市的税数 差多少钱 所以这个地方 我简短提出我的说明以外 其实我也很想听听看 市长 你对于目前这个现状 嘉义市政府现在 有没有什么比较积极 具体的方案 可以回应给议会 或是回应给今天 所有来现场 有在关心这个议题的人 谢谢 好 请图市长来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郑宽伟议 我非常赞成我们几位议员所讲的 政治不应该跟观光结合在一起 因为如果你结合在一起的话 一旦有效 中国的打压就在加码 因为他认得这样做是有效的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造成很惨 何况前生议员说 他不大懂结合共事 恐怕连国民党里面都有争议 听说吴敦律跟洪秀柱看法不大一样等等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来探讨 这个经济以及这个理由的问题就好 我们不要扯进去政治 我相信是一个政界的做法 那议长所提的 另外他特别提到说 振兴的新烟难 产业的转型 日后观光的新政策 短中长的问题 所以我这个部分 我接着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问题是中央到哪会去做 南向什么等等 是不是都没有效 不一定没有效 事实上我们那天已经有一团泰国的来我们这里采线 那我自己也去到日本大阪做说明会 我们也希望他们来采线 那像这个部分 没有政治因素的我们都努力在做 但中国啊 的确他们也有来还问过我们 我们也讲说习近平他们的那个主席 应该很聪明才对 不会造成说 让连一个要出钱理由 都要由你来决定 这样造成他们人民的不满 以及台湾人民的不满 怕又怕就怕是 这种国家连这个理由都要你决定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期待中国更加的明智 但是我们中央做地方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像说我们明年的议算 观光相关的促进 我们从三百万不到三百万今年 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偏到一千五百万 增加五倍 那当然这个我们还要拜托 我们议会也能够来支持 那我们要做一些灯箱广告 我们做一些电视广告 以及做一些网络广告 让国内外的旅客 都能够尽量到我们家医师来旅游 那当然议长所讲的转型 我遇到有一些旅馆业者 的确说他们想要转型 不过稍微慢一点点 来不及这一波 有的已经转型过了 他们说没有影响到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转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跟中央来合作 一起来跟我们AIDS说 那么这个部分怎么来转型 比如像说我们的pamphlet 我们的那个DM 就要用多国语言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日语的 那我们会再做英语的 或是更多样性的 我们希望来做更多的一个促销 以及让更多的人来采现 那最近我们如果有机会 我今天早上听到我们有机会 能够用追加议算的方式 能够在临时会提出的话 我们会把里面再提一个部分 来做类似所谓的塑胶活动 比如这个还没有很成型 比如说如果你来 你花一千块 我可以让你买到一千二 类似这样 再加上抽奖 两天一夜的一个旅馆的 住一个晚上等等 我们非常非常欢迎我们路客 我们希望欢迎中国人 多一点点来这里旅游 那尤其是这种背包客的啦 个人型的啦 生意型的 我们非常非常欢迎 那因为团体型的 我们也非常欢迎 可惜这个不在我们手上 刚刚陈先生演讲 这个主动潜似在中国手上 所以这个中国要把政治 跟这个旅游结合 我们恐怕很困难来接受 那刚刚那个蔡议员也有讲到 在蔣经国时代 三部政策 我们还是活得很好 而且观光客人越来越多啦 那追究共事 李登辉总统总统 说稍微 那是书期乱讲的 但是这个部分不要争议那个啦 我们认真来把这个旅游做好 这个部分我会在21号 这跟我们的艺者大家脑力激荡 做更多一点的 那如果来得及 我们来听明年的预算 我们还可以再稍微调整的话 再到处请 我们意味着各位先进 大家一起来 把这个困难能够来度过去 那我们再想一些促销的方法 欢迎入客来加油 谢谢 好 谢谢图市长的答复 好 接下来 刚刚那个福大伟议员很早就先举手 来我们先请福大伟议员来发言 呃 主席哈 呃 市长哈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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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跟你谈过 我说过 只要对嘉义市民有利的任何的法案 我都会全力的支持 然后我会支持嘉义市政 来推动对人民有利的任何的法案 我都会全力的支持 因为对人民有利 就是对嘉义市有所交代 对嘉义市民的零声问题 给予最大的福祉 这是我相信任何一个从政人员 要有的最基本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市长 你认为民之所欲藏在我心 这句话重不重要 好 请图市长来回答 好 谢谢福大伟议员 民之所欲藏在我心 啊 这个是传统的讲法 这个我认为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民主时代有点相反了 也就是市民就是自己的主人 这个部分我们会往这边再努力 所以说民之所欲藏在我心 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民之所 人民所需要的 大于政党的 政党政治的一个需求 当然 所以说政党政治要摆一边 人民最想要的 才是真正 我们施政者 从政者 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不对 当然 OK 好 然后看我们人民 我们人民是嘉义市的27万人民 台湾的话是讲2300万的人民 OK 所以说人民想要的是施政者 要去为人民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这是我相信市长也会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再来 两岸的和平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非常重要 两岸和平共存共荣 共同发展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当然一定要共存 而且要共荣 不能一方威胁另外一方 好 OK 我刚才讲的是共存共荣 共同发展 然后共同来追求世界和平 然后追求我们的台湾的最大利益 然后 所以说政府要以人民为一归 在这里 在这里 我来探讨一个 我们都知道法律的问题 法律的问题 我曾经跟一个法律的专家 在说我们的法律 为什么不要定得更周延一点 然后 为什么不要把所有的事 所有的犯罪的案子都把它写出来 怎么判怎么判 都很清楚 每一个人犯了什么罪 我们都可以 就可以依法办理 结果 那个 法律专家跟我讲一句话 当你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一加一等于二 然后 所有 所有的人都可以走法律漏洞了 所以法律不能够定得太严谨 它只能一个概列的概括出来 然后 所以说要律师来辨解 要法官来审理 所以说 法律的问题是不能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一加一不能等于二的问题 相对的 我们这里有很多读政治学的 都读政治的 我也是相关的学历 政治在讲究什么 政治 我们常常在讲政治就是一个模糊地带 政治就是一个模糊地带 然后 然后 一个 政治既然是一个模糊地带的话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模糊地带 一中各表也是一个模糊地带 要 要为人民追求最大的福祉 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模糊地带 来为人民追求最大的福祉 一中各表 两岸各自表述 两岸各自谈论自己的论点 对人民有利的 我们争取对人民最有利的法案 对人民最有利的方案 来做 所以说 政治是模糊地带 法案是模糊地带 然后 两岸 两岸的 现在的 的关系也是一个模糊地带 既然是一个模糊地带 才能够争取到人民最大福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要 继续的沿用这样一个模糊地带 来争取人民最大的福祉 是这样 你能够告诉我说 有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打破这个模糊地带 来为人民争取最大的福祉 你告诉我 你是在打破模糊地带 还是在保持模糊地带 这个政治 如果说你为保持模糊地带 可以维持人民最大福祉的话 我赞同 如果说你认为 保持模糊地带 不能为人民磨最大福祉的话 就是要打破模糊地带 如果说你认为能够打破模糊地带 为人民争取最大福祉的时候 你告诉我 怎么去打破这样的模糊地带 为人民争取最大福祉 你是认同还是认为要打破 我虽然做过台湾领导国协进会理事长 这方面我是还蛮了解 但是在于这个议会 要讨论这么高层的政治 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那当然这个一中各表 或是一中同表 恐怕这个政治国民党里面 吴敦一跟洪修治稍微有点想要模糊 又想要清楚 又想要清楚 这个过程中有所困扰 当然这个部分 要谋求我们所有国人最大的一个认同 那就是看看用选票 我们民主国家 选票选出来 那这个蔡英文总统他不敢去拿这个书籍杜撰的东西 那讲那个李登总统以及以前的这个 他们参与的人也都说这个不是真的 他不是真的有时候也有不是真的好 就是你讲的模糊 模糊 就是假的 现在问题是中国要求你把假的当真 也就是他主路要为马 是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蔡总统讲出说他会承认九恶会谈 但是所谓九恶故事他不敢谈 所以这个部分也有模糊的意思 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讲 从就职到现在我看蔡总统 对对外是数据不少善意 不过对方因为没有达到他首要的那种目的 对我们数据不少的不是善意 我不跟你讲恶意 这个部分恐怕也要等这个习大大 就是他们的主席能够地位比较稳固一点 也许会比较明朗化 那我们小国面对大国 绝对是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这个部分跟其他国家 跟他们做生意不一样 我们在旁边不但有这个 旅游客的问题要我们解决 还有灰断的问题 所以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我们有所困扰 但是我们抬起这个政治面不讲 我们直接从这个旅游观观 我们也很希望中国能够 就像刚刚傅一言所讲的 大家共存共荣一起发展 那这个是我们忠心期盼的 如果来到嘉宇 我甚至开始在想说 我们用什么好方法 给他们抽奖也好 给他们抽奖也好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来考虑的 OK 刚才市长在讲他挑衅的问题 挑衅的问题 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先挑衅谁 然后在日本的一个 在国外的一些观光客的 观光客的一个案例为例 它在上面写 没有入客的台湾是欢迎大家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全世界 整个东南亚每一个国家 包括日本包括韩国都大量的欢迎日客 陆客前往他们去参观 去旅游 然后你却用了一个最负面的一个广告 在对一个国家人民做一个批判的时候 你认为谁先挑起了冲突 谁没有释出善意 对不对 然后我今天所要强调的 从来都没有对陆客提出挑衅 但是那个中国 但是你的广告真的在 你的广告真的在 在世界各国去播放吗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真正的实例啊 对不对 这是实例 为什么实例 你们还能够缓驳 就不挑衅呢 对不对 已经在世界各国都播放的东西 你还说不挑衅吗 不是 我相信应该会非常欢迎入客 也会非常欢迎其他国家的里客 但是你却在日韩其他国家 在播放东南亚其他国家 播放这则 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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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观光客来的里客 你知道日本曾经也受过 也因为 也因为日韩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日客不去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刚好去日本光光 然后日本的经济多萧条吗 萧条到最后 日本还是妥协啊 日本没有妥协 日客还是不去啊 我说政治是冲突妥协 然后冲突协调妥协 然后本来就是要答 我刚才一开始就要强调说 以人民胡子为一规 人民胡子为一规 你也答应 你也同意 以人民胡子为一规 人民胡子才是 才是施政者最需要 思考的目标 所以说本期在这边 当然一定要这样子的 日本绝对不会说 好 如果你们观光客再来 我把日本当成你们的一部分 不会 我说台湾也不会 不会 我们也不会 我们都没有去认同这样 中国大陆 我相信他也不会 在这个时机告诉你说 台湾是中国大陆的 两岸光光就是中国 台湾就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他也不会跟你谈这个问题吧 他绝对不会谈这个问题吧 他绝对不会谈这个问题吧 他只是说两岸各自 一中各表 各自 各自表述 整個兩岸整個表就可以了 這一個表是國民黨想盡辦法要留下來 而中國不讓國民黨留下來的一中各表 他只要一中 不讓你各表 所以這一點大概是目前 國民黨要面對最大的困擾 也是台灣 因為台灣 目前蔡英文並沒有九二公司這四個字 他只有九二會台 所以他比較 但是這個 究竟是要一中 還是要各表 這個部分我相信 從總統選舉的時候 朱立倫 為什麼會期待洪秀柱 這個就是有很多的討論 那我們其實應該今天要回歸 說怎麼樣不要去討論九二公司 要不要徵徵徵 我們要趕快說 在這個形勢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按照這個議長所提的案子 說怎麼樣才產生新的案 怎麼樣來產生轉型 怎麼樣來扶植我們業者 我相信我們來做一段努力 會比較務實一點點 像這一次那個八個憲宿長 也沒有請我們去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去 這個會造成好像我們台灣在藍綠對決 哪裡有理由 可以跳過這個去 跳過這個 在中間不要笑的小便也是很奇怪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覺得說 這個不是很聰明的一個做法 不過中國大概只能這樣做 因為他們威脅國家嘛 剛才本吉利在強調 人民的議規才是最大的議規 當你把人民的議規擺在第一位的時候 有些問題你就會放棄掉 有些問題 我發現國家主權沒有人 沒有人會去放棄國家主權 也每一個人都對國家的主權 非常的非常的重視 我記得以前我當兵的時候 然後人家曾經有人說 第一個會上上場場打仗的人 志願上上場場打仗的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全班都認為我是第一個會志願的 因為我熱愛這個國家 我會有一支國家去拼子拼命 但是我更愛人民的福祉 我會這國家拼命 就是為了這個全體台灣人民的福祉在努力 所以說台灣人民的福祉要永遠擺在第一位 這是本期一再強調的 我希望 市長你回去之後 你還是跟你們的執政 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我們現在執政的政府 來反映人民真的很苦 我們的觀光業慘淡蕭條 有一個旅遊業的餐廳 告訴我說前兩天跟他在聊天 他說他們的餐廳 去那邊登記 委託說你們餐廳萬一有其他遊覽公司 說想要買遊覽車的話 來我這邊有遊覽車要賣 一百多台 一百多台 一個小小的餐廳 專門做遊覽車生意的餐廳 說登記了一百多台 然後希望委託他 所以問到要誰要買遊覽車 你就趕快接上我去 慘不慘 慘不慘 人民真的很慘 慘到不能再慘 嘉義目前 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說嘉義有沒有餐廳要賣 旅館要賣 然後他們台北有人想要下來 我是說好多了 好多要賣 他說他們已經來看了四家 但是都看不滿意 然後叫我再查查看 我說再說吧 嘉義目前我知道的那家企業體 就來嘉義已經看了四家了 還太不滿意 因為太可以挑了 他要挑最好的那個點 對 太多要賣 他要挑好的點來買 對不對 然後 然後這個 這真的是天啊 他沒有餐廳要賣 他沒有餐廳要賣 所以這個的確說 為什麼 那個議長是不是要轉型 這個當然需要時間 不過這個是 不是我們要賣 也有餐廳要賣 這個我們可以了解 市長 人民 當人民駝不下去的時候 跳樓自殺之後 才說我找到方案了 人民都已經跳樓自殺了 跳樓自殺之後 你找到方案的時候我用嗎 是不是要死傷遍野 然後整個國家都愛好遍野的時候 然後你才找到了方案 那時候是不是國家已經完蛋了 所以本期政務還是再一次的強調 市長你把人民的心聲 帶到中央去 到處中央的時候 任何人民有利的東西 這是我們要追求 追求最後的一個目標 以人民鬍子為一歸 做人民所想要的事情 第一要見 本期就歡迎到這邊 當然 但是所謂的人民 不是今天之後 我們一定會跟他們好好討論 人民很高 好 我知道 選民是很期望的 好 那個是不是這樣子 各位同仁 因為今天各位同仁發言 非常的踴躍 但是礙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往後的發言的時間 控制到十分鐘以內好不好 好 好 我們以後議員說好 來 好 那接下來由吳沙明議員發言 主席議長 社長 副市長 這位議員主管 我們現在當然齁 今天是在討論我們的提案 消息的議長 你來講這個大陸客 減少的這個問題 要怎麼說叫大陸客 比較多來的就對了齁 本性的看法 這種大陸客沒有來 完全是政治問題啦 說到白是政治問題啦 對吧 小英政府 小英政府 他也在購租款 他說九惡共識 他沒有 他九惡精神 他理解 啊中國他也不開心 最近國台辦 都發表一個票 不接觸 不交流 不接觸 不交流 不談判 所以這個問題呢 本性的看法 事實上 事實上 我們的新的政府 他也是在顧 台灣的租款 但是我感覺 我講一下 給市長齁 做個參考啦齁 當年美國 總統 柯林頓人部屍 在選的時候 那時候也看到我們部屍的贏 要柯林頓下去 柯林頓說幾位呢 說部屍是笨蛋 為什麼笨蛋 他說 部屍就不知道經濟 柯林頓主公是經濟 所以 徒事長 台灣目前的問題 是經濟優先啦 我的感覺啦 剛才說 很多很多 根本沒有改變這個現實 我們台灣現在的出口 百分之四十 正在中國 差不多我一半 百分之四十 所以這齁 我有賴於我們小英政府齁 去自由四國債的問題 不過台灣齁 越來越冷啦 台灣越來越冷 台灣越來越冷 那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 十三個總裁說嘛 現在的台灣民間的消費力 是扣官公客的支持嘛 我們每一年 當年每一年的官公客的收入 大陸客剛才46點市啊 所以咧 現在我們新政府說 南向政策 我本實說 我負責金 南向政策這些國家 都有排阜的紀錄啦 因為我做進出口 我做棄業的人 大家如果為了說 要去南向都打法啦 我沒有騙他啦 這是我讓我們處市長做的參考啦 因為我民間 有了解這些事情 所以這 一些涼法 要怎麼來做一個 緩緩 透明 做到安全的政策 這屬實 是 我們小英政府 要需要 用老金的問題啦齁 市長 你這樣我動感到 很多看法啦 市長 市長 這種問題 公公客 越來 不可以說 漏政家啦 啊 這裡有一個頭前 後面民進黨的要求 後面國民黨的要求 後面無當局的要求 你看看 大家關心也都關心台灣的經濟 所以咧 市長 這個問題 今天議員有提出這個案 你可以當中央 反應說 我看你怎麼敢說啦 涼法的問題 涼法的政策 要安裝有彈性 的修正 當然我們台灣目前 也是一個主管獨立的國家 在我們提出年老國領域的時候 最近連書 有 發表嘛 那時候的政策 太慢啦 太慢啦 喔 你大家都看到 用共和台灣共和國 入聯合國啦 那時候有夠慢啦 那時候是鐵紗三年前 要脫出的時候 說 這中華 台灣共和國 入職了啦 台灣今天都沒有這個問題了啦 所以 這個問題 還是 政治問題 還是 涼法政策問題 我們台灣人 說起來 很可能啦 很可能 喔 我們也不可能 去鎖入中國 的壓力 但是我們要怎麼 自由突破這個 瓶領 要怎麼自由突破這個 這個概算 這有賴於我們 小型政府 好好用比較好 腦筋數庫 不過這個路由齁 我感覺齁 叫中國 天爺齁 我看下去 包括 台灣 百分之四十的 建築口 我會最英勇 議長 我講這個 蜀蜀 是 現在 所謂的這裡 也優勤重重 四十% 點離床 我們的 館公 極客點四十六點 點六 差不多五十 我簡單 在這裡 我來就是說 拜託我們 副市長 嘉義 要怎麼 理由發光主委 齁 發展理由 發展主委 齁 要怎麼 投入我們嘉義市 的這個 管理主委 齁 可以 台灣國來理由 可以 提供台灣國來理由 來我們嘉義 可以 建立一枚兩枚 的 這個行程 來提 向我們嘉義市 的這個 經濟發展 齁 我說 市長 這樣建議齁齁 齁 我們稱說 快樂順華春 齁 現在台灣生化 台灣齁齁 很好的觀光 聖體齁齁齁 我說 建議市長 來 把我們嘉義市 要怎麼 齁 一通鄉武公園 齁 齁 一通 好的主委 再度來提供 可以 做我們嘉義市 做好的理由勝利 齁 齁 好 謝謝吳善明議員的發言 那麼請問各位同仁 還有沒有什麼 好 好 安美會議員請發言 謝謝 嗯 大家 董事 大家好 還有我們 聽館的貴賓 大家好 剛才我們董事 說很多 現在市長 現在 共會的陰謀 已經達成了 因為 說實在 這種的觀光客 說不夠政治 所以 剛才議員說 說 無念作為 不可能 所以 大家直接說 我覺得 依市長 你的別人 是不夠 一定要中央去決定 因為 今天 觀光客 為什麼不需要來嘉義 嘉義 因為市長 是民政黨 所以 在這裡 我覺得 嘉義市長 沒來就是 大家 來嘉義觀光 就是 晚上住在這裡 吃飯在這裡 三四點 要來阿里山 看 立出 所以 市長 雖然我沒有做 大陸的行李 建國 我為到 我們的觀光客 為到 要做行李 為到 要生存 我希望你 去跟小英總統 回去的時候 要說 我們要怎麼改善 雖然阿公 他就是 有這個 支援 他就是要用這樣 台灣 讓你台灣 讓你台灣 說 無關 大陸的觀光客氣 你們台灣的欺負 所以 在這裡 我希望說 我們市長 去開火的時 在中山火的時 在他們的時 在他們的時 在他們說的時候 要為到 人的心存 所以 很多人都說 為到心存 我們就要跟他們 建造 這樣我們的 主尊就不去了 我們的尊念就不去了 那我也希望說 市長 因為剛才我們 當年說很多 因為這個問題 這個觀光客 不是你有辦法改善 是你要去中央 觀營的 最不厲害 小英說 你如果不做得好 我們這裡的管市長 民進黨 相信 要認認的人 是很困難 以上 好 謝謝王美會議員的發言 那繼續請蔡永泉議員發言 議長 市長 三年多前 本社就在這裡交關處 建議 你不能無限度開放 嘉義室的旅館 你當事無人去做 本社三年多前就跟你說了 告訴你中國這個水土潮 如果關起來 有人要跳樓 你就不想聽了 今天 今天你常到苦果 你要有這個任務 你做一個主管單位 你說 本社有說這個話嗎 你說 來 來 請交關處的政處長來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蔡議員的指導 議員您的指教 我們都有聽到 有聽到 有聽到就沒有做 你有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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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說這個話 那時候就跟你說了 中國這個環路無常的國家 23B政 你看不清楚嗎 今天 今天 利用這個機會 水土潮的關起來 你現在要跳樓 三年多前 本社就跟你說了 你要叫業者 要由我所尊責 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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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因為我們討論的 這是首於 中央政府的事情 我們不用討論 市政 不會是尊責市政 把你交關處 建議 你就沒有要聽 你說你有聽到 你就沒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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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正點 謝謝 好 謝謝蔡用全議員的發言 請問各位同仁 好 方秋澤議員 請發言 大家老早 討論 很嚴重 今天議員還很多 我 剛才聽到現在 這隊的 觀光三夭的 這個業者 在那裡 聽不出 他們有什麼幫忙 其實 民營到這種問題 這最重要 最實質 我們地的行政 我們應該 這待會兒 在開會 一定會接著開會 聽他們的聲音 看他們的訴求 我們地行政 有辦法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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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辦法做的 有辦法幫忙的 從他們的意見拿出來 我們把政客 有辦法做的 我們媽總 積極 來幫忙來做 我們沒辦法做的 他們的好意見 把他反應去中央 民主政敵 政中政敵 你有認真做 有認真聽到他們的聲音 做得好嗎 反正以前 他們日空一般年 就有選舉了 賣這些人 就賣票給你 你如果有認真做 他們就賣了 他就賣了 然後票就賺給你 日空日空 中央還有總統和立委的選舉 政統政治就是這樣 對嗎 但是民主問題 只有問題 參選 嚴重 他說 我們地方政府 我們才有積極 起來邀請他們來 他們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 我們沒辦法幫忙 一行一行 每一教授 對一步都沒辦法幫忙 我們有這樣做嗎 我們有這樣做 沒有就要要緊 這大家很慘 我們都理解 但是這 中央的政策 政地的問題 這齁 我們沒辦法幫忙 祝醫院 跟我們進我們的力 這樣就好 沒有啦 不然要怎麼樣 對嗎 政府理會前 政府委員 我們議員我怎麼配合 我們盡量配合 盡量配合嘛 還需要醫生 需要什麼 這才是真的做工作 說了很多 去講的 沒有辦法 事情 你再討論 跟麻煩也一樣 這位議員 市長 我們要要緊 認真 我們在做 想要再連任 這部分 你就要比較要緊 這是很要緊 這是很要緊 八點的 生活問題 那有的 很多我看 在那裡都要不好的 都要倒楣 都要倒楣 客不過了 這是很嚴重 你都是 這也不是 你有辦法 你要謹心 有感到感到 市長很關心 大人跟歡迎 做得到 都在做 你有辦法做 這樣而已 你如果我們沒有做 就說這份人 帶來 那標誌做不夠 標誌做不夠 所以今天紀念 一定有拿這個案 我們電影政府 再電影議員 有辦法做 要要緊 市長 市長 你是 有要緊嗎 沒有 我看你這樣 你會開的 要緊 看他們 一件不緊 有辦法做的 我們議員有辦法配合的 要要緊 這實在是 很像 這樣還會動不久 這裡 這裡都會害 這沒辦法 這不是你有辦法解決的 你有辦法解決的 不然你在 一天到晚 照著 這總號 這人出來這樣 大家都 生活都出問題 這裡處理 你處理就死了 你後來 你也不用算了 我告訴你 這嚴重 好不好 這比較要緊 那一件 我看 大家剛才說 都說了 有很多議員 你不是同意 要緊 我不要 拖拖拖 時間 好 好 謝謝黃秋澤議員 的發言 那麼 我們的 這個議題的發言 我們到此結束 好不好 那麼 我想在此 要感謝我們多位的議員同仁 對於我們本市的觀光產業 那麼包括飯店旅館業 包括餐飲業 包括遊覽車業 包括蔬菜水果批發業 以及運輸物流業 洗衣業等等所造成的重大衝擊 那麼以我手上最新的一份資料 目前陸客來台申請的件數 從9月29號的9600件 那麼到了9月30號的6212件 到10月5號只剩下499件 那麼所以呢 這個議題真的是我們必須去重視 那麼也必須指教的這個制定這個方案來做因應 所以呢 我們謝謝各位議員同仁表達這個關心 那麼我想請問各位同仁 對於我們通過的6個案子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決議原案通過 來請繼續 臨時動議 好 各位同仁現在進行討論臨時動議 那麼共有一案 請議事組宣讀 東議員 黃秋澤議員 護議員 張隆藏議員 等事人 案由 因嘉義市市管工友黃社設置太陽光電花電系統 經審計室審查報告 花線採購作業未進周延 應組專案小組調查 2.LED入燈由中央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採購案 由組專案小組了解之必要 案完是各位通過後 小組召集人及成員由大會推選 好 請問各位同仁 對於本案組設專案小組有沒有意見 好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決議原案通過 請動議員擔任小組召集人 那麼副議員擔任小組的委員 請問各位同仁還有沒有臨時動議 好 如果沒有其他的臨時動議案呢 本次的臨時會各類的議案 已經依法定程序完成審議 宣讀會議記錄 現在請議事主宣讀第四次會議記錄 第四次會議記錄 第四次會議記錄 時今中華民國105年10月7日9時41分 第一年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員降留護表 列席市政府市長圖醒者等22人 本會秘書長李佩玲等三人 主席校議長熟例 報告事項 一出席人數以達法定人數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日議程討論議案 臨時動議閉幕典禮 參議事主宣布上次會議記錄 今大會無意認可 二本日議程討論議案 議員提案以1至以6號案 審查意見及決議經原案通過 01號案決議原案通過 請動議人擔任小組召集人 宣布議員 宣布完畢 好 各位同仁 對於本次會議記錄有沒有意見 好 吳善明議員 好 各位同仁 本會第九屆105年 第四次臨時會會期 五屆議員 請問有沒有意見 好 如果沒有意見 第四次會議記錄 於議程結束前宣讀完畢 並經大會確認 好 各位同仁 本會第九屆105年 第四次臨時會會期 五屆議員 五天的這個日程到此結束 繼續進行閉幕典禮 議長 好 來參議員 這個議議程 因為我補充一件 市政府應該把新陳的官員 做導覽及業務展報 以讓他盡早進入狀況 不要因為對自己的業務不熟悉 我誤了訴訟 這指定你講一下 好 請市長簡單的回答 簡要的回答 你指定你要對新陳的人員 做業務的展報 好 謝謝 這個我會照這樣子做 事實上新陳人員 當然會比較不熟悉 所以齁 除了我跟密歇郭德華 他在那個建設處裡面 也會跟各科 都做 對市政府的作談 都會 一定會去做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繼續進行閉幕典禮 嘉義市議會 第九屆 105年第四次臨時會 閉幕典禮 典禮開始 全體樹立 主席就位 唱國歌 最為一 100日 百損 十五天 organis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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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